篮下刷实车警察利用移动棒称确定大车有没有超载 一旦超载操纵越多的罚单金额越高 一罚下去驾驶荷包好伤好心痛 高雄有一名大车驾驶被篮躲过一截竟然上网PO炫耀文 红单上远景开单大车为遵守交通号制标记 驾驶秀出了罚单说自己哀求从乡下来的哀兵政策 让超载要开四万的罚单变成了九百块 感谢遇到佛心警察 分享同夜下次遇到警察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网路讨论炸锅眼看苗头不对 当事人回应自己没有超载 夸市的PO文是想搏眼求关注 这条纸没开到是太开心了是怎么 公审那个警员吧 他都不想要被开一张九百块 好屁孩的感觉 相当的懊悔 那也留下后悔的眼泪 就怕被误会警察放水 岡山分局同样在网路回应澄清 事发在14号上午11点左右 辖区远景看见一辆超越停止线的混泥土车 目测轮胎下陷不深 没有超重之余 才会依法开单举发 执法并不会有针对性 我们只是会针对确实有违规的部分去做告发 年轻驾驶在网路世界陈玉石之快散布夸大不实的消息 原本乖乖缴完九百块罚单就没事 如今因为胡扯警察放水 被依妨害民欲罪嫌韩送法办 TVBS新闻赵丽高雄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